原标题,日本冲绳民众愤怒,反对驻日美军千辛基地当地时间2月21日,日本冲绳县民护士,当地示威者,在施瓦布营门口进行抗议, 阻止日本政府施工车辆通过,反对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。 2月24日,日本冲绳将就美军普天间机场,从冲绳县的一夜班市,班牵至盖县民护士边野谷进行公投。 冲绳县民众常年承受注视美军犯罪,追击之高空追悟,噪音骚扰等烦恼,对普天间基地心指,仍在冲绳县内很愤怒。 示威者竞作抗议,示威者反对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,示威者被警察强行驱离,示威者与安保人员对峙,正在建设的驻日美军新基地,图视觉中国编辑无非苦叫对刘军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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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